你好,我是杰,欢迎来到进步档案 你有想过选择怎样的人生吗?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 做不到流芳百事也要一臭万年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想成为让很多人都知道的伟人 通过合法途径并不能达成他们的目的 于是就想着一些非常手段来达到那个目的 一起恐怖的绑架案就发生在有这样想法的人群中 受害人是知名歌手的女儿 而这起绑架案仅仅是一系列疯狂作案的开始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1997年白小燕年环杀人案 1997年4月14日下午4点台北 优美的女生从一个录音棚中传出 著名歌星白冰冰正在录制的音乐 她刚刚录了一段 但忽然一阵眩晕 她觉得身体有些疲惫 于是工作人员中断了录制 让她稍作休息 这时白冰冰的哥哥迈着急促的脚步走来 她递给白冰冰一座电话 电话里有人说有急事要找她 她诧异地接过电话 那头操着混沌不清的话语跟她说 你们到长根球场的坟墓 去找白小燕的东西 随后便挂断了电话 正当白冰冰感到不解释 她旁边的哥哥和导演立刻反应说 会不会是绑票 听到这句话 白冰冰整个人都慌了 她立刻给学校打电话 学校老师说 小燕从早上就没有来过 而家人也说 小燕去学校还没有回来 看来是绑架无疑了 她立刻报了警 大家跟着她去到宁口长根球场 夜色降临 黄祭的草丛里一群人摸索着 查找绑匪说的白小燕的东西 球场有七公里那么大 大家在里面找了四个小时 却一无所获 这会不会是绑匪的圈套呢 人群中开始有人说撤退吧 我们被骗了 感到筋疲力尽的白冰冰 她坐在地上 这时她转头一看 发现旁边微微浓起的土坡 看起来好像一座坟墓 她走过去 果然看到一个被塑料袋包裹的物品 这应该就是绑匪说的东西 按照警方指示 她拿着工具缓缓打开塑料袋 在打开里面的铁质饭盒 发现一小块奇怪的东西 她拿筷子挑起来 那是半截手指头 一瞬间她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除了半截手指 里面还有三张白小燕的照片 和一封求助信 信封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 自己歪歪扭扭 可见白小燕当时的恐惧 绑匪要不年号的500万美元 同时要求白冰冰不能报警 看到信件后 她通过各种渠道筹钱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所有事情都朝着 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 白冰冰家周围的旅馆 亲客之间全部被预定完 家中开始有接连不断的骚扰电话 如果绑匪了解到这个信息 很可能知道自己已经报警 那女儿就危险了 她立刻打电话给各家电视台的负责人 设置新闻局长帮忙 待人情况仍未得到改善 15日晚7点 绑匪打来电话问钱准备好了吗 就在她和编衣警察 带着满车的现金前往熟人时 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发生了 他们的车辆后 跟着一个庞大的媒体采访车队 便宜警察忍不住停车 问身后的媒体有没有直接到的 但不管怎么说怎么骂 媒体只有一句话 别人不撤我们也不撤 歹徒看到这个场景 知道白冰冰一定是报警了 这一次他们没有按照原计划露面 4月18日早上10点半 歹徒再次打来电话跟白冰冰说 12点30分到台北市辛亥隧道附近 白冰冰到达后 又听从罪犯指示 先后妻子去到了不同的交易地点 转到便利店 转到内户 新装的住宅 展览场 家再转移到体育馆 又转移到家具店 但歹徒依然没有露面 白冰冰身后的媒体 也从来没有断过 1997年4月23日 多日的静默后 歹徒再次来电 约定在新竹市交款 但歹徒再次爽约 没有现身 两天后 歹徒再度约定 在桃园取款 但依然没有赴约 白冰冰经过多日折磨 精神急尽崩溃 他不知道怎么做 才能把钱交完 见到女儿 也不知道怎样 才能甩开身后 紧盯着的媒体 4月25日 警方根据追踪调查 初步锁定了 绑匪的行走 他们根据一名绑匪 陈敬兴的档案资料 有两名警员 前往他居住的地方 准备监视陈敬兴的妻子 张素贞 根据这个女人交代 白案的主犯嫌疑人 为三个 分别是自己丈夫 陈敬兴 还有宁春生 和高天明 这三人 都是亡命之徒 都有犯罪前科 三人聚在一起 就策划着 要干一场大事 这条线索 与警方前几次 电话追踪结果 相吻合 警方赶到白小燕 很可能就要获救了 但是警方没想到的是 陈敬兴一推家门时 他的妻子就大喊 阿静快点走 就这样 陈敬兴在警方的眼皮底下 逃脱了 原本警方希望 以她为线索 安全解救白小燕 现在这一计划 也落空了 张素珍不知道 她的这一行为 间接的造成了之后 多起案件的发生 1997年4月26日 旧女新妻的白冰冰 举行了记者发布会 苦苦哀求媒体 不要再报道 有关白小燕 失踪的内容了 4月27日 警方也倾情攻势 发动歹徒亲人 在电视上 劝说歹徒释放人质 但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还是发生了 1997年4月28日 一具身体被发现在台北五谷工业区中港的排水沟里 警方看到新闻后 赶到现场 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住了 那是一具出现巨人观的女子身体 肿了两倍大的头部 一根头发也没有 更加悲惨的是 头上还塌了两个大窟窿 眼睛已经被鱼泪啃食了 白冰冰随后赶到现场 即使已经看不清楚模样 但她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女儿 随后法医报告也显示 那确实是白小燕 白小燕死于10天前 经历过残忍的殴打后侵犯 头部又删除被盾气殴打的痕迹 胃里没有任何失误 被切断的手指 仅用铁丝绑住直选而已 原来18日那一天 感觉到收款无望的绑匪 把气全部都撒在了白小燕身上 而23日 绑匪再次打电话 向白冰冰要钱时 白小燕已经被谋害了 然而此时距离白小燕死亡 已经过去了10天 这些歹徒会逃到哪里呢 警方查看出入禁忌一路后 没有发现三人的记录 8月19日 林春生和高天明在台北武昌街 农江路显现踪迹 警方与歹徒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林春生身中六枪后身亡 警方又增派了大量警力 将这片区域封锁起来 展开了细致的搜索 收到消息的媒体也赶赴现场 并进行了直播 而他们的人数 甚至比警方人数还多 在之后的搜查中 并没有发现高天明和陈敬兴的影子 让人更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1997年10月23日下午4点半 一位清洁工像往常一样 走进一间整形诊所 进行清理工作 但那一天 他看到的是一幅满是鲜血的画面 警方接到了报警后 来到方薄方整形诊所 发现现场用具都很整齐摆放 慢慢往屋里走 突然发现一只躺卧的脚 感到意外的警员 立刻举起摄像机 对现场进行了全方位击乎 在这个整形诊所 竟然发现了三举身体 两个在卫生间 另一个在洗手台 受害者分别是方薄方夫妇 和助手郑文宇 他们倒过在预测里 被一枪击中霉心身亡 警方立刻搜集各类线索 展开分析 这家诊所下午开门时间是1点半 4点半清洁工进来打扫 结合死者的死亡时间 命案就发生在这三个小时内 警员在垃圾桶内 发现了一枚子弹壳 而上面很有可能有歹徒的指纹 犯罪手法如此残暴 凶手到底是谁呢 有没有可能是医疗纠纷 或者是别人寻仇呢 方薄方夫妇已经连过半百 他们经营这家诊所多年 口碑一直不错 护士郑文宇也才入职一个月 社交圈也很简单 那么凶手难道是随意杀人吗 凶手行凶时用了销声器 附近的居民没有听到声音 这次明显是准备充分的 有意杀人 而残留在手术台的血迹 经过检测并不属于三位受害者 狠狠的是凶手来这里 做整容手术后 将三人谋害了 歹徒拥有娴熟的犯罪手法 一击命中 并做了一系列逃避警方追捕的行动 他拿走了病例 清理了犯罪现场 以至于从外面看 完全发现不了异常 这些证据表明 这起案件很有可能是多人作案 并且对方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 此时已经有人猜测 是不是那两个在逃人员犯下的 另一方面 警方发现 方宝芳夫妇手脚都被捆绑 而女护士郑文宇却没有 她有可能在生前遭遇了歹徒的侵犯 通过检测 警方把这次案件的嫌疑人 与六个月前在逃的高天明和陈进兴 联系到了一起 负责白小燕案件的侯友宜警官 难以想象 杨卫嫌疑人竟然将刚刚为他们 做过手术的医审给谋害了 高天明和陈进兴 一时间成为了社会上人人忌惮的人物 街道上各处都贴满了搜查他们的传单 但即使这样 警方也找不到任何消息 警方猜想 两人很可能做好了伪装 传单上的信息 并不能帮助他们找到嫌疑人 他们打算从罪犯的交通工具 这条线索查找 歹徒最有可能是用便捷的摩托车 作为逃跑工具 他们不可能用自己身份证购买 很可能别人的身份证被他们利用 警方随后在丢失或被偷窃的2万张身份证中 找到了692张被用于购买摩托车 经过调查 警方把三阳和光阳这两个品牌的摩托车 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在媒体的强势宣传下 市民对这起案件多少有些了解 而这两个牌子的电动车 也成为了人们的日常注意对象 1997年11月17日 有市民举报称 看到一辆很可疑的车辆 车主东张西望 很像嫌疑人 警方赶到现场后 发现车子坐垫下 有备用的洗漱用品 引擎也是温热状态 说明歹徒刚走不久 警方追踪到一栋居民楼的二楼 刚按一户门铃 里面的灯瞬间熄灭 被困在屋内的高天明知道 自己这一次是躲不过去了 屋子里喘出痛的一声 再也没了声音 高天明也像凌春生一样 知道逃跑无望 这样一来 白岸的嫌疑人只剩陈静心了 他又在哪里呢 高天明曾和陈静心商量过 要办一场让国际关注的大案 他们计划绑架一辆美国校车 以此来和政府谈判 而此时高天明已经离开了 陈静心会按照原计划 实行那场绑架案吗 1997年11月18日 南非武馆及其家人遭人挟持 此案迅速升级为国际案件 负责白岸的侯友宜警官赶到现场时 第一波抢战已经打完 一种感觉告诉他 里面这个人就是陈静心 他试图规劝前一人投降 但此时媒体也开始不断跟陈静心打电话 这再一次影响了警方的计划 有记者当场公布白冰冰家的电话号码 并要求陈静心拨打 还有记者问陈静心什么时候收网 这些行为让陈静心一度情绪激动 大骂三字尽 警方迫于无奈 只能以退为进 劝说陈静心投降 按照他的要求 带来了他的妻子张苏珍 最终一步一步救出了南非武官一家人 19日陈静心缴械投降 在民众头上浓罩了七个月的阴霾 终于消散了 让办理这场案件的警员们没想到的是 陈静心在狱中竟然皈依XX了 他用自己的方式向人们表达歉言 表示死后会捐献奇怪 也希望白冰冰能好好地生活 在他看来白案已经过去了 在调查此案的警方看来 陈静心并不是真的认错 没有人知道他真实的心理想法 他捐献的器官也没有人敢于 纵观白小燕案件投尾 除了绑匪 警方和媒体都有难以逃脱的责任 警方办案不成体系 泄露消息给媒体 办案现场多次混乱 也只组织了两个警员 到陈静心家中逮捕 楼下甚至都没有埋伏 媒体呢 在追查线索中 多次做出错误的行为干扰警方 让事态变糟 明知在做错事 人不知回头 而陈静心 那种想成为伟人的方法 在我们看来 也是无比可笑 第一呢 伟人从来就不是判断 一个人的人生 是否有价值的标准 做不到流芳百事 就要移收万年的方法 并不可取 第二 在成为伟人前呢 还是先好好当个人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